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JDBC如何来更新数据库表的记录 那么上次课呢,我们是学习的如何插入 那么这次课要学习的则是如何更新 那更新跟插入在哪里不一样呢? 首先不一样的,肯定是SQL语句 好,接下来我们把SQL语句改一下 String SQL等于 这里我要修改的就是 UpdateDPT表60的这个Dilemma吧 好,UpdateDPT表 SetDilemma等于问号 WhereDPTLumber等于60 OK,也就是说我把SQL语句由 Insert改成了Update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给参数设值 因为是带参数的SQL语句,当然必须使用PrepateStatement 那么Satust Dream因为问号只有一个 那么把它改成Test111吧 好,当我修改哈,执行这个语句 依然是请大家记住,当我执行的是更新的时候 跟插入一样,我一样调用的是Statement对象的ExecuteUpdate方法返回的依然是整形 只不过呢,插入呢,一条插入已经永远只会执行啊 返回一行记录,就插入成功一行 但是呢,更新就不一定仅仅只会影响一行记录了 那么,如果不等于0 就是更新成功 如果等仅仅以0代表更新失败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哎,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啊 我们只是在上次课的代码中修改了SQL语句 其次,我们稍微修改一下这个判定更新成功的条件 就可以了 哎,这里报更新成功 那么,我这里查询一下看看有没有更新成功呢 哦,果然,部门编号为60的DLAMUTest改成了Test111 好的,这个就是GDBC如何更新数据铺表记录 哎,你会发现原来GDBC都是用同样的模式来实现 步骤是同样的 只不过呢,SQL语句和是否是查询语句 会有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发送的是CLAC的查询语句 那么返回的结果是一个结果级对象 如果我执行的是插入和更新 那么返回的呢,是INT类型 当执行这个SQL就返回的是INT类型 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本次课的内容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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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